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得鬧更看門到 2024年8月23日 富邦做客統一 舞居上兩出局攻佔一壘 輪到張育成打擊 先拿一顆滑球 外腳大腿高 張育成咬得扎實 但拉太快出界 繼續變化球 只插球 中間偏搞靜壘 主勝還是減了 球速一好一壞 然後切換回速球製造速差 並且塞高調速球 高度並不算差 比腰帶稍高的壞球 但跑到外角讓張育成的手臂比較好延伸 擊球點也掌握到位 就炸出去了 力量延伸跟仰角都很理想 中左外野方向完全沒有疑問的一隻兩分砲 其實這就是布雷克在張育成終止出登場交手的模式 變化球走在前 高調速球走在後 當時兩度讓張育成出局 包括一顆比本場更好打的外角速球 大身飛球出局 張育成想必也是心裡有數 知道遲早會來高調速球 準備好的狀態也更好 就掌握到炸出去了 尤其布雷克較壓迫的出手 加上高調速球 要克服視覺上傳開轟 其實也不是這麼簡單 樂見張育成對終止展現適應力 同一招對張育成並不管用 泛國城忍不住站一下前輩 收鬼 鬼